而大老板们引导的这个连锁企业 现在都想办法来多角化经营 什么这个超商要变成餐厅 速食店卖咖啡 咖啡店又卖轻食 现在还要推出现烤的松饼 三明治来抢午餐以及下午茶的市场 连锁咖啡店线也推现烤点心市场 每日由工厂配送包装好的面团 到各家分店直接现烤现做 短短三分钟热乎乎的松饼端上桌 有点的松饼泡餐好了 谢谢 死忠顾客很惊喜 因为过去都只有吃微波食品 熟度能吃到现烤甜点 这样的个人松饼主打下午茶市场 业者还推出了这种意识田园三明治 外皮用特制面包里头加薰鸡肉和起司 主打的是女性的上班族市场 就是市场上可能蛮多松饼 目前看起来其实分量普遍比较大 一个人是吃不完的 所以我们也特制了一个这样的松饼规格 面家走平家路线的连锁咖啡店家 两年前首度引进现烤面包 现在全台湾300多家店 有78家都改成了这种面包与咖啡店的结合 变成全台最大的面包连锁 下午茶套餐是59到79元 就是希望消费者的年龄族群能够更广 一天命要可以做到4千颗至5千颗 以前的咖啡店只能喝咖啡吃蛋糕 现在多角化经营 咖啡店也抢素食店的生意 主力新闻承转市上一台北采访报道